妈妈给你们俩买的 弟弟先挑 我挑一句吧 来 这个给你吧 我想让弟弟那个 弟弟挑那个 你就让弟弟玩那个吧 你就玩这个 好不好 这样的 这个母亲 她是缺乏经验的 我们讲二孩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插得比较大 插得比较大的时候 哥哥会把弟弟当大玩具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多矛盾 就没有 自然没有了 如果像这种插得 不是很大的情况之下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 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 你不要用差别来带来问题 我们的表演才刚开始 这位女士已在关注 会不会抢我的玩具 他说了你见到弟弟玩 一会儿弟弟不玩再给你玩吗 弟弟分走了玩具 也分走了妈妈的关注 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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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ael个家 这本书是回事请奖励我的 妈妈 我想看这本书 那你又给弟弟看一下呗 那一本书老师奖励给我的 妈妈 这本书对他是很重要的 是老师奖励给他的东西 而不是一本普通的书 那家长其实更应该要注意到 孩子对这种奖励 或者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换来的这种东西 对他的一个重要性 相比哥哥的荣誉 妈妈更关心弟弟的需求 如果一个孩子 他每一个要求都被满足 早晚有一天 这个孩子会跑到一个公园当中 指着孔雀身上的孔雀灵说 妈妈我要那个孔雀灵 而他的妈妈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 翻进栏杆 把孔雀身上的孔雀灵 揪下来给自己的孩子 天哪 天哪 是这种 对 这位女士好像有些担忧 难道他不懂事 你也不懂事是不是 我说了 那你不要动手 给我站起来 站在这 会怎么做呢 真是气人的很 一本书 一本书我觉得没什么吧 其实没有什么 就本来这个事情很小 但是在孩子心里面 他就觉得这个是我很宝贵的 你觉得孩子他拥有什么东西 他其实真的没有拥有太多东西 就是这个说是老师对他那种肯定 对他来说很重要 其实他也给弟弟了 咱们哥哥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但是我们哥哥永远都被骂 他跟弟弟抢东西就做错事情了 是因为弟弟先抢他的 然后哥哥本来都其实很委屈了 然后结果两个完全都是弟弟了 哥哥什么都没有 女士不仅看到了哥哥的委屈 也看到了对弟弟的影响 弟弟比他小啊 那我们两个都是孩子 打个比方说 我们小小朋友肯定也上幼儿园了 如果他在学校里面也抢人家东西 然后人家肯定不给他 对不对吗 他如果那样子的话 之后在学校里面别人不能看我了 学校就是个小社会 没有谁会将就我们的孩子 就是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就要公平 之后他在学校里面 他才会对别人公平的对待 我觉得我是公平的呀 小时候也是这样这样的弟弟 妹妹的呀 我觉得我现在也没问题呀 他无原则地满足这个孩子 这就是问题 这个要保护弟弟 要爱护弟弟嘛 要把好的东西让给弟弟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我自己的东西我愿意分享给你 我可以分享给你 是因为我们关系好 并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弟弟 水平太高了 就是 这种介入就非常的好 他有同理心 他是在维护亲子关系的前提之下 去介入 对 他就应该 他就应该 不应该 真的不应该 两个都是孩子 真的不应该 而且哥哥真的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我觉得我是哥哥 我现在都不应该 要赶紧过来 这个女士 这个动作好温暖哦 谢谢爱你 他前提了 是什么样的力量 支撑着女士的温暖呢 我们是广东卫视 我们做节目的 然后刚才你看到 单位都是我们的演员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请问一下 为什么您会对这件事情这么明 因为我自己本来也是 做教育的嘛 所以说本来就 正好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 更多的是 告诉大孩子 真的没有做错 真的做得已经很好了 因为如果说 没有人告诉他的话 可能他一直在内心里面 就会觉得 那我可能真的是错了 然后他就 被一种错误的那种 是非观 给影响到了 会有那么大影响吗 你觉得 其实对两个小孩都不好 就甚至说可能大孩子 他会 我之后就成长成一个 比较隐忍的 他可能内心会比较坚韧 说实话 但是小孩子反而更不好 他会变得比较嚣张把扈吧 就是也不考虑别人的想法 如果在学校里面 幼儿园里面 然后其他小孩 肯定是不会包容 我们孩子这种行为的 为什么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我必须得 并不是因为他付了学费 我才是一个教育者 如果说我能够帮上一些忙的话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 就包括我不是一个教育者 我觉得旁边那位女士 她其实强调的是什么 你要给孩子公平 而不是你替她选择 假设我们这位年轻的母亲 她一直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确实很不公正地对待 哥哥跟弟弟 会带来一个直观的影响是什么 一个直观的影响就是 哥哥觉得我没有地位 反正我在弟弟面前永远是错的 然后慢慢慢慢 我不会对弟弟有责任意识 而且如果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的东西弟弟只要想碰就能碰 我的容忍会变成我的习惯 我们一般是采取这种情况 只要哥哥做出让步 事后会给予加倍的补偿 我跟我大儿子间有秘密 比如这样 他让了他弟弟 我就搂他出去 我说收委屈了 儿子来 走爸爸补偿你 雷老师你认可吗 是这样啊 如果说我让着弟弟 之后会获得加倍的补偿 行为模式会固化为习惯 我一千次让着弟弟以后 忽然间有一天我走上这个世界了 这个世界有人会给我加倍补偿 这个打个问号 你说的这个我反思 刚才这个妈妈说 哥哥就是要爱护弟弟啊 哥哥就应该让着弟弟啊 变一个态度 哥哥应该干嘛 哥哥应该管理 对的 要给老大授权 老大在执行管理弟弟的权利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获得角色权威 我是你哥 我是长兄哦 然后另外一方面 慢慢会积累一个什么 这个老大慢慢会积累一个责任意识 对的 这个你要慢慢培养 有意识地培养 你看像以前是我牵着老二 我老婆牵着老大 现在就是必须老大牵着弟弟 在他愿意享受了额外的权威以后 他有时候会也愿意承担额外的责任 对三个字责任感 不能把责任变成义务 对 因为你是老大 你想有权利 所以你也负有注意你弟弟的责任 是这么一回事 你看着什么书啊 都上小学了还看这种书 妈妈这本书是今天老师奖医给我的 妈妈我想看哥哥书 不行就是我的书 给弟弟看我一下怎么了呀 我天天都把老二抽起来烹起来 今天他爸爸他们把他走去幼儿园 早饭都没吃 也许同是二孩母亲 两位女士对眼前这幕并不见怪 我要生气了 孩子在抢 你一直抢弟弟都去干什么呀 妈妈你为什么非经爹地呀 这是我的书呀 我哪里有偏心啊 你的不就是弟弟的吗 妈妈口中的理所当然 再次引起两位女士的关注 我跟你说 没有人喜欢小气的小孩子 你对弟弟这么小气 弟弟不喜欢你 妈妈也不喜欢你 你就站这儿 这伤心一万点 而且他把小的那个就这样搂着呗 然后大的是对面的这种 有种对峙的感觉 然后让老二就显得 更是有种被保护着的感觉 他们会认同妈妈的观点吗 我们让女演员暂时立场 他把喜爱的 我才终于看牛我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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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们是乐稽 我觉得他们是很稽团了 不然 对啊 就是 就是 这样 这是咬不放水了 对啊 怎么能不能拿到出来 这是干嘛呀 当妈妈离开后 一幕兄弟大战正在上演 不能够等我 都是妈妈呢 我支持你强盾 我趁你妈 我在的时候赶紧把你盯 你赠一盯 强盾东西就贵 不要让他排在脑子上 我就是你 你不同意就不同意 坚持你自己的想法 我们家老大 他其实这里面 其实有一点言外之意 因为这个时候 因为只有兄弟俩在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谁是权威 所以他说我支持 哥哥你抢回来 这个本来是很多 宝爸宝妈该做的事情 要跟老二说清楚 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 哥哥最大 你要听哥哥的 我刚才妈妈进了 我刚才妈妈进了 女士给予哥哥肯定 同伴也不忘安抚弟弟 他做的这个是对的 妈妈不在的情况下 这个小男孩 突然之间掉头就走开 这个时候必须叫回来 我可以友好相同吗 你老告状就不是男的了 经常我们老大要告状 都要告状了 老大老二都要告状了 妈妈哥哥哥哥要让的我 凭什么我 老大凭什么要让的我 所以因为你比我晚 出生三年吗 妈妈说哥就是我的 那你的是不是哥哥的呢 你的是不是哥哥的 不能哥哥的是你的 你的也是你的呀 那哥哥的呢 那为什么哥哥的 要是你的你的 又不能是哥哥的呀 我才三岁 我的语言理解能力有限 哥哥的是你的 你的你的是哥哥的 你的还是你的 我是谁 我在哪 爸所以你要爱他三 你爱他他才爱你的呀 他爱你的话 你不用抢他的东西 他就愿意给你呀 哥哥比我大 他要让的我呀 他都没有打你 他都已经狠着你了 在我们家的话 小的早就被大的打了 这话说太有道理了 我们家人是哥哥要打自己的 你哥哥都没有动我 你看你哥哥都没有动手打你 你已经很辛苦了 你哥哥很让人 哥哥已经很爱你了 你哥哥这么生气 都没有打你对不对 好的教育 总是让孩子自己发现问题 但实在有点难为 我们的小演员 他讨论了就打 打其实也是一种解决方案 是孩子之间 解决问题的方式 对 我们都是带两个呀 那你们在日常的在家里带孩子的过程 会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吗 太不了呀 每天无数次 天天抢东西 要做个板凳都要抢 玩个玩具也要抢 那妈妈应该怎么做呢 让他们自己抢腿 对啊 对啊 大时候大时候他们都可以自己解决吧 大的打小的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大的为什么一定要带小的呢 对吧 你大的心里不是小 我又没让你生老二 又不是我生的 我为什么还帮你带老二呢 那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吗 如果你们不去介入这件事情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 这个就趁妈妈不在的时候 收拾小的就好了 对不对 他肯定力量大于他 智商也大于他 对不对 就趁妈妈不在的时候 使劲收拾小的就好了 那个时候不是更惨吗 也不如让他们在你面前打 所以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打 总不会出问题对吧 总是比你在看不见的地方 再来收拾小的要好得多 好了好了受教了 谢谢谢谢你们打扰了 实际上是打扰了 谢谢 拜拜 拜拜 他们观点也很新潮 对 放羊式 就是说这两兄弟之间的问题 是可以自己解决的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尤其是孩子世界当中 就是如果外人 不用强加给很多的观点的话 其实孩子有很多 他们自我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孩子没有穷尽自己的方法之前 父母尽可能不要介入 楚老师 刚才你看到那一幕场景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些似曾相识吗 没有我们家的两个孩子 到目前为止没有打过架 因为你让两个孩子一起对付你的时候 他们就团结了 比如像爸爸可以跟两个小孩打架 两个小孩一起跟你打 他们俩就自然是统一战线 这两个人现在已经犯罪团了 这个男孩子如果是兄弟 比如说咱们刚才呈现的这两个小演员 如果是两兄弟 他们日常打架 要给他们一定打架的机会 因为两个男孩之间有限的肢体冲突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能学会分寸 长大了之后 我跟我哥们 哪些话我是可以说的 他的外号只有我能叫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俩好 但是他的某个地方 我绝对不能碰 我一碰他就急 那是他的逆临 我看这个书是老师奖励给我的 这么大还看这个书 还给我 还给我 我奖哥 这是我的书 我也奖哥 你是哥哥呀 哥哥就是要让个弟弟呀 妈妈的偏心 很快引起了女生的主意 你干什么呀 你怎么回事 老是跟弟弟抢 今天我们是过来 带弟弟吃蛋糕的 不是带你吃蛋糕的 你有点过分哦 你这个样子 吃哥哥没有一点 哥哥的样子 你这个老师送给我的 你现在还学会顶嘴的 是不是 对的 给我站起来 你怎么老是想递递东西 天哪 体罚了 妈妈对哥哥的惩罚 让他们都不平静 你是大的 你就应该让个小的 弟弟小不懂事 是不是你也不懂事啊 几位女生都看到了妈妈的偏心 以各自表明态度 你是大的 你就应该让个小的 有可能刚吃完一顿火锅 正纳着呢 四川女生 如火锅一样麻辣 却也引起了雷鸣老师的担忧 这三个女孩明显都没有当妈妈吧 在这种情况下 她们的介入是不是会有分寸感 不同于同伴的愤怒 这位女生始终沉默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你这个样子没有人喜欢你 弟弟不喜欢你 妈妈不喜欢你 所有人都不会喜欢你 这有可能是家里有个小弟弟 给我站好了 我带弟弟去上厕所 我们让两位演员离场 她们会怎么做呢 欢迎回到你会怎么做 上节中 几位女生都注意到了妈妈的偏心 她们会怎么做呢 妈妈是第一次要对你们 还是平常也是这样 妈妈说各位要让人听一点 有些东西可以这样 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可以这样 可以分享 可以分享 妈妈说她不喜欢我 她说也是气话 不知这东西 不知是哪句话 触动了绿裙子的女生 我刚刚被不公正地对待过 我很有挫折感 让我安慰一个姐姐 瞬间我能够感觉到 我又强大了 为什么呢 有人需要我安慰 你给你妈妈说嘛 你说我的东西 我可以给弟弟一起分享 我现在想要看的时候 我就不愿意分享 但是我不是说 一定有必要让走她 安慰一举不落 另一位似乎还有别的任务 妈妈带来的压力 被女生温柔缓解 我估计这几个小女孩 她们就是本真的 表现出一些自然的做法 但是有人保护你 我强大 我被爱 我被保护 我被让放 姐姐 我真的很讨厌吗 你不讨厌呀 那会有人喜欢我吗 我们都很喜欢你啊 有人给予鼓励 有人始终牢记使命 她们收起了温柔 接下来 似乎要展现四川女生 火锅般的麻辣了 你三毛都没有啊 有没有偷吃弟弟的蛋糕啊 有没有 最喜欢撒谎了 肯定有动 我觉得你没必要 这样跟他讲话吧 抱脾气了 是哪一个 我觉得你没必要 这样跟他讲话吧 怎么了呀 我管我儿子有错吗 你可以好好跟他讲啊 人家什么都没有做 你回来你就说 他肯定有动了 说他最喜欢撒谎了 他心里面以后怎么想 就是会自卑啊 刚刚你说 这个是给弟弟买的蛋糕 你不给他吃 没有给他买 可是弟弟想要去看他的书 他就说 这个是我的书 不给你看 那也就是你的言传 声道当中就有影响到他呀 父母无意识地偏心 往往会成为孩子的理所应当 我的书啊 妈妈书的 他也第一次当妈妈 他也第一次当哥哥 你可以教他 要怎么去做一个哥哥 我家也有小孩 我就觉得 看心里面特别能吃 我想如果是我生了老二的话 我一定不会像你这样 对待哥哥的 真的 没有人天生是一个好母亲 也没有一个哥哥 是生来懂事的 原来他已经是宝妈了 当自己犯过的错误摆在面前 他不愿再有一位母亲 重蹈覆辙 而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怎么劝一个母亲 不要说他做错了 而说以前我做错过 就是我们有时候劝人的时候 不要说你错了 而说哎呀 所以以前我犯过一个错误 就我真不愿意 你也这样 真正的同理心 父母本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二胎的出生 并不意味着大孩的毕业 在成长这堂课里 每个孩子都值得被更好对待 几位你们好 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节目组 非常感谢你们刚才 介入到这个家庭当中 怎么教育孩子的事情 给你们解释一下 三位都是我们的演员 如果是真的一个家庭 这样教育一个孩子 真的很光满 我真的看不下去 我第一次我觉得她是妈妈 我如果这样去说她 她激怒了她的 她又对这个孩子怎么样 我都去给前太说 让她小吃一点 因为我的不好 我看到你们两位真的实在是抱歉 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的触动 因为她那一句话就是 姐姐我真的很讨厌 简直破坊了 对 就是受不了了 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她了 她 她说什么 妈妈就是不爱你了 其实对一个小朋友心里伤害有多大 我做错了任何事情 不管我有没有做错 妈妈总是偏打弟弟在那边的 我是还有个弟弟 但是还有个弟弟 小时候也有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所以我看内心就特别的感兵 心里就特别不喜欢她 对啊 因为想让她就是知道 不是妈妈讲的那样 以后没有人喜欢她 就是她站在那儿 也会想就是告诉她 让她不要心里面去产生怀疑 好嘞 谢谢你们 你们都是成都人是吧 对 我感觉你们好真性情 该哭的时候哭 该炸的时候炸 我们两个奇迹比较怪 如果是其他人 比如说两个情侣在这儿吵架的话 可能我就会直接说了 但是因为是个小孩 对 就会把那个路口压下来 不要把那个祸再挤到小孩伸上去 谢谢你们 真的很谢谢你们 你看最终 四个都含着眼泪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落泪的人的背后是什么 他也受过伤害 或者说就自己被伤害 或者伤害别人的过程当中 他在成长 他在反思 其实不光是他们四个人落泪 现场你看 楚老师 你是哪一句话 哪个场景被出到泪点了 因为我以前也吼过我孩子 我当时突然想到一点 就是每次大人 其实对孩子说狠狠的话的时候 孩子会加倍讨好你 你现在想起来 我老大可能吼他的时候都是三四岁 我很少吼孩子 但那一幕长远的在我心里 非常长远一直在我心里 就偶尔也会失控 我也不是完美的父母 首先身为老大 就是长兄为父 对自己的弟弟妹妹负有责任 这是个美德 但是如果是从小就开始 一切无原则的 你身为哥哥 身为姐姐 你就必须让着弟弟妹妹 然后久而久之 把这种所谓的让 变成一种行为模式 最后固化为习惯 身为老大 这是爹妈给他强加的呀 这个时候 美德背后 是不是有一些无奈呢 把各位的人生经验 生命体会 变成几句话 送给我们电视机前 二胎 或者是即将成为 二胎家庭的父母 大家最想分享的是什么 孩子之间 也要就事论事 小马 如果要生二胎了 还是真的得考虑清楚 如果自己作为父母 都没有办法了解到 孩子每个阶段 该成长成什么样子的话 就不要贸然地去生二胎 我觉得是这样 要把大儿子变成帮手 而不是对手 其实我们应该意识到 在中国已经有三四十年 很多的家庭没有兄弟姐妹了 换句话说 我们需要重塑 兄弟情和这种姊妹情 咱们不要让大家 对生二胎有任何的焦虑 可以告诉所有的宝爸宝妈 这个世界上还有 你会怎么做这个节目 我第一次就看到刘老师 在节目上公然打广告 但是这个公益广告 我非常支持 每一个家长 都是人生第一次成为父母 每一个孩子 也是第一次做孩子 他们都值得 被更好的认真对待 就像我们这个社会一样 在这个新的时代 我们这代年轻人 和下一代年轻人 从独生子女 到一胎二胎三胎 我们都要不断地 去学习和成长 就让我们在学习 和成长当中 成为更好的父母吧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你会怎么做的全部内容 大家可以在爱奇艺 和腾讯视频 来收看我们的完整节目 下周四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我们下周五弹期间的 我们下周五弹期间